我不认许西渡长博是一个途径 农民他有钱来赌品没有 你把西渡小孩去了啥 所以说这个不动作现实是中国民族的美感 另外人无信不利 你说小孩人还是敢跟你说话 这是高耀杰的家 在这个并不宽敞的小屋里 堆放了五万多册他自费印刷的妨碍宣传材料 这台老式的奔二电脑是家里最值钱的 他是一位志愿者送给高耀杰的 为了及时了解艾滋病最新情况 79岁的高耀杰学会了上网发邮件 看着这个堆满了书籍的小屋 我们很难相信 这个为艾滋病宣传花费近百万的老人 生活如此的简单 原来他找我钱的事情 我特别钱都花光了 我说不行不行 这个以后工资得我领 我领我留下咱们的生活费 剩下都给你花 我说咱俩这个生活费得留下 你别多花了 都花了将来困难比较大 高耀杰的老伴郭明九 1950年毕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 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 50多年来 是他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高耀杰 对于高耀杰从事艾滋病防治 一开始他并不同意 我多次主张不叫他高 但是制止不住 制止不住 你现在他也是没吹油 那也没办法 我低到这个路上了 外边的压力也比较大 但是我一看外边压力 对他的压力 我心情很沉重 对他很心疼 所以说我就是 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他不高兴他没人 那都是不高兴了 他不高兴您怎么办 我不理他 我该干啥干啥 我行我手 老夫老妻的话 我不愿意惹他心里不痛快 只要他愿意做的事情 尽量叫他做 也就顺着他的心去做就行了 老夫老妻 从97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 就跟他打交道 让他经常吃我们那儿寄东西 他做这一切 一切的一切 我们都挺感动的 挺直的 我以前想要爆了 想不要爆了 你这人 赢了16块5 16块5 少少赢不赢 哎呀 都不急点 我们要是多呀 要的多啊 二十二十二十个 这给他一张相应 一张会一马人 三百就行 我还是给他求用的 不是啦 你结束吧 叫我拿着四十 哎呀 都过量 给那个 那个谁呢 给你呢 给你 我把这个这个给你呢 我把这个 给你呢 拿着看看 再给他 我整 整松长的给你 松长长的过拿着 这些了 在乎这个东西多少 就在乎人家一片心呢 就凭他这么大岁数来 哪怕是去过来看看咱 俺都觉得可感动 是高奶奶和我们素不相识 从来我们就不认识 她能从来到我们家里头 不嫌疑我们 到这喝一口水 吃一口饭 这是看得起我们 所以说我们很受感动 经常深入艾滋病疫区 高耀杰看到了太多的苦难和悲剧 而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 更让他感觉到心痛和轻 在返回的途中 疲惫的高耀杰睡着了 每次下乡回来 高耀杰的心总是难以平静 不论多晚多累 他都会把当天的情况记录下来 这些第一手资料 也给他的书稿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高耀杰认为 知识是防治艾滋病的最好疫苗 只有让更多的人 正确了解艾滋病的预防 才能有效减少感染者 在这十年前 高耀杰利用自己的医学专长 编写了艾滋病与性病防治 显为人知的故事 一万封信 中国艾滋病调查 以及艾滋病宣传册 近百万份 我们的民族怎样不在这个灾难上 少死一点人 这是我主要的一个想法 你可今天看见了 开始能来的时候能讲说 对我这个关键 对我的情况 又将近将亦 可是结果能看到以后 包括他是一个 冬天的南童这间嘴都红了 看见那些残酷的那个样子 人的生命 这些人的灾难上 外子人都跑出来 那平常干啥吃 你干这 你别把我放 那平常的那干啥的 对不对 平常都要做 你让我说平常都做 谁只要要书 要啥我都得 利用自己手上的资料 高耀杰的书 很受读者欢迎 虽然有的书 已经一版再版 但所有的稿费 高耀杰都分门未去 为什么不要稿费 我要了稿费 我还是花钱买书 录去买书 不录给出发者说 叫他给我书都好了 结果那几天拿走那书 那几个书也值一百多块 对不对 还是成本 要不是成本 那接着买一百多块 买到的 就是您把这个保费 我主要是 汇报到社会上去 您和出版社怎么说的呢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把这个 我还是为了病人 那我希望的话 你们就直接给我书 你譬如这一个 像您这个捐助什么孤儿 捐助病人不也需要钱吗 那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算穿的 孤儿你给你刚给的钱 他拿不到 用不到孩子身上啊 现在不如这个 这一个的话 马上都可以用到孩子身上 所以我 这大家能知道 能发生一群众来 比弄得好得多呀 您总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 嗯 总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 更多能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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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